魏无羡嘴巴张了张 而后才到 他大概是理解错了 我和他说 这个帖子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之间纯洁的失声情 江城 你为什么要骗他 魏无羡挠挠头 我这不是怕他 要是看懂了之后尴尬吗 江城表示不理解 尴尬啥 魏无羡将他看向自己的头 直接转向了黑板 你不懂 你不理解 别问了 一会儿就上课了 小心被提问 切 爱说不说 几分钟后 蓝忘机拿着书走了进来 一抬头就对上了魏无羡的视线 魏无羡却不知为何 默默地低下了头 蓝忘机 魏无羡 脸好烫啊脸好烫 妈的 自己的CP磕不得 入戏太深 真的会被套进去 铃声一响 蓝忘机开始了课程 眼神若有若无地 总是飘向魏无羡那处 琉璃色的瞳孔 在上课时 总是带着一种为人诗表的严肃 看得魏无羡不得不承接住他眼神的审视 好像一不留神 就会被抓住叫起来提问 哇塞 蓝老师好像一直在看着魏同学爱 真的爱 后排渐渐躁起来 蓝忘机悄悄黑板 安静 魏无羡则脸和脖子红成了一片 江城戳戳魏无羡 你不会真的对他有意思吧 魏无羡低声道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第一排那个灰衣服的同学 江城一愣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灰衣服 默默站了起来 蓝忘机严肃道 你来讲讲这个题 江城看着题一脸迷茫 魏无羡这时举手解围 蓝忘机果然叫他起来回答 魏无羡从容地站了起来 十分顺畅地回答了一下这个题的解题思路 蓝忘机满意地点点头 道 很好 坐下吧 那个同学认真听讲 江城嗷了一声 坐了下去 一节课都是满满的忧伤氛围 下了课 魏无羡掏出手机 给蓝忘机发了条微信 蓝老师 昨天的论坛你看了吗 隔了一会儿 手机才震动 魏无羡点开 蓝忘机回复道 看了 甜甜唇 魏无羡试探性地发送道 那条帖子 您点赞了 嗯 手滑 不是 魏无羡愣在原地 手指敲打屏幕 为什么 刚发出去 魏无羡就想给自己一拳 哪里有这么咄咄逼人的呀 两分钟没到 撤回还来得及 可自己刚撤回完 蓝忘机就给他发了条消息 正确的发言 要予以肯定 短短几个字 就像是猛浪般 拍在魏无羡心上 虽然他知道 蓝忘机理解的和真实的意思 有所偏差 可这么简单而直白的话 最能勾起 他的胡思乱想 比如今天上课 你的回答就很好 很不错 魏无羡看着那条消息 冷静了一瞬 谢谢蓝老师的肯定啊 蓝湛 魏无羡轻笑一声 一下一下郑重地打着拼音字母 好的 蓝湛 喂 谁啊 魏英 清冷的声音传来 魏无羡一瞬间清醒 蓝湛 他不可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屏幕 是备注着蓝男神的语音通话 刚睡醒 声音还带着沙哑 魏无羡轻壳一声轻轻嗓子 不好意思啊 我才睡醒 蓝忘机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 似是带着些不可置信 才睡醒 魏无羡看了看时间 才九点四十啊 不晚啊 这要是平常他得睡到十一点呢 蓝忘机显然没有过多纠结这个问题 直接道 学校要开新生欢迎会 学生不办公室需要来主厅帮忙 魏无羡随意弄了两下头发 好 我现在就过去 那边恩了一声 而后蓝忘机又道 饿不饿 虽然蓝忘机看不见 但魏无羡还是边说话边摇摇头 不饿 这个时间 餐厅应该没饭了 没事的 反正一会儿就要吃午饭了 蓝忘机那边 传来一阵嘈杂的交谈声 应该是现场出了什么状况 魏无羡赶紧道 蓝湛 你先忙吧 我收拾收拾就过去 那边恩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魏无羡三下两下就刷好牙 洗干净了脸 整理了一下衣服后 就去了主厅 主厅离教学楼不远 但离魏无羡的宿舍楼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主厅外可以听到排练的音乐声 还有负责老师 拿着话筒指挥的声音 魏无羡在门口 给蓝忘机发了条微信 蓝湛 我到了 你在哪里 微信很久都没有回复 魏无羡刚要锁平 后背就被人拍了一下 这一下快把他的魂都拍走了 手机一下子没抓住 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 要不是他眼急手快 这个手机就要和他说白白了 魏同学 魏无羡被吓得心脏直跳 手机也紧钻在手里 学姐呀 那个学姐没想到 能把他吓到这样 立刻抱歉道 不好意思啊 我没想着会吓到你 魏无羡立刻摆摆手 没事的学姐 学姐道 你怎么在这里待着呢 魏无羡道 蓝老师叫我来的 但我没找到他 学姐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样子 哦懂了 魏无羡道 学姐 可以啦 你不会也刻吧 学姐立刻露出一个懂得都懂的表情 而后道 我刚刚看到蓝老师出去了 你先去里面坐一会儿吧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魏无羡摆摆摆手 不用了 我帮大家干活吧 你们都在忙 我坐着也不好 啊 行 那你跟我走吧 我们去负责调控 行 魏无羡跟在后台看着新鲜的设备 一时入了迷 连手机震动都没注意到 蓝忘机拿着小米粥和包子进来的时候 整个嘈杂的调控室一下子就安静了 几个人大眼瞪小眼 不知所措 蓝老师 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蓝忘机不说话 额头上冒着细汗 眼睛在众人中巡视一圈后 注意到了角落里的魏无羡 魏英 出来一下 魏无羡一致 点点头 默默跟了出去 二人出了主厅 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魏无羡问道 蓝战 怎么了吗 蓝忘机将东西放到一个座椅上 解开塑料袋 拿出饭盒 打开盖子 推到魏无羡面前 先吃一些 魏无羡 蓝忘机见他不动 又继续推了推 你没吃早饭 会饿 魏无羡可算明白过来 蓝战刚刚是去给自己买早饭了呀 蓝战 这是你去外面买的吗 蓝忘机点点头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就随便买了一些 魏无羡心下感激的不行 没事没事 我不挑 谢谢蓝老师 无妨 魏无羡将一个包子递给蓝忘机 蓝战你也吃一些吧 一直这么忙会饿的 蓝忘机道 我吃早饭了 你吃就行 魏无羡也不做强求 狼吞虎咽起来 说实话 他真有点饿了 趁着这个功夫 他才看了一眼手机 蓝忘机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和语音通话 自己都没接到